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说他跳不出自然经济的范畴 他还是自为自主 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 不是交换 不是出卖 而是为了用 为了使用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知道货币在社会上并不重要 所以前人就说 说这个左传里面记载当时春秋这个事情 记载的很详细 很仔细 但是我们在左传里面就看不见什么 看不见货币 没有货币 没有记载有货币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来看 这也是不作为奇的事情 因为当时就是货币经济费 货币油 有没有的也有 但是它在这个社会上 它起的作用很小很小 主要的人还是靠油一物 靠食物交换 那么只有到了春秋晚期 当然我们说这个农业发展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也在发展 尽管发展的比较慢 所以到了春秋晚期 我们说这个农业也在不断地发展 发展到比这个春秋早期中期有更高的水平 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手工业跟商业也在发展 所以它就出现所谓在这个农业以外应该说 就出现了这个私隐的这种 私隐化的特点 也就是说这个手工业 商业可以有这个私隐的这个出现 所以当时这个文献记载上讲这个晋国 晋国在这个降这个地方 就在今天的猴马这一代吧 所以出现了这个富商 富商 所以这些人他也不当官 也不干嘛 但是他那个坐的马车很讲究 上次用这个 用铜啊 用鱼啊 来装饰 而且他身上穿的也是非常讲究 又例如像这个春秋晚期 春秋末了 像粤国的这个范吏 范吏起先他是帮助这个粤王勾建 把这个吴国打败 灭掉了吴国 后来据说他这个是欺官从商 他不当官啊 他就做买卖去了 而范吏这个人很会做买卖 说他这十九年当中啊 三字千金 就在十九年里面发过三字大财 所以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富商 所以这个就说明了 商业这个私有化 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还有例如说也是个名人嘛 这个孔子的子弟 孔子的这个弟子吧 就是这个子贡 说这个子贡啊 也是这个 他不仅这个学问好 是吧 熟读的都 而且他也很善于做买卖 所以说他在这个朝鲁之间 就是在今天这个山东这个 那个南部 中部这一段 做买卖 经常这个发财 所以孔子成为 不是 子贡成为这个孔门弟子里面 这个最富有的一个人 是吧 那么这些现象 应该说以前都是没有的 或者少见的 那么到了春秋末 春秋晚期 是吧 我们说这个 这种这个商业跟手工业 是吧 就是慢慢的就是跳出了这个 就是官府经营这个范围 它变成社会上一种私营的 手工业跟商业的这个 就是出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后来战国时期 我们说 因为到了战国时期 我们说中国这个商品经济 比较的发达 简单商品经济吧 是吧 那么这个春秋晚期 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春秋时期 我们说这个工商实际上 还是官府这个雇员的性质 它不是私有的 所以他们在经济方面 起的作用不是太大 所以商人应该 是吧 楚工业者是吧 他不是这个还是 这个政府的官府的雇员嘛 是吧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 在社会动乱的时候 他们也参加这个是吧 一些这个暴动 或者这些 反抗活动 是吧 所以这个春秋时期是吧 我们说这个 当时这个 这个政府啊 官府啊 很注意就是工商 就是就是官府的官工 跟官商的 他们的这个 这个活动 所以说说明他们这个活动是吧 还是更多的还是带有政治意义 而不是这个经济意义 所以这个也说明就是 工商也不发达吧 虽然有 有官工有官商 在经济方面 也 不是起很大的作用 嗯 那么第二部分我要讲的 这个春秋时里面就是这个 有关政治社会 这部分 对 第一个题目我要讲的就是 国与野 国 就国家的国 野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野蛮的野 是吧 国语野 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以前 是吧 这个商 州 是吧 在当时这个 政治这个 统治这个 区域当中 是吧 都分成什么 有这个 把这个地方分成这个 国跟野人 是吧 这个 两部分 嗯 嗯 什么叫国呢 国就是用现在话的 就是这个 嗯 不是现在这个国家 这个意思 国就是什么首都 首都叫国 啊 首都叫国 就是古人的一种习惯啊 所以从周王国 周王是吧 到各个诸侯国是吧 凡是他这个君主所在的地方 就叫做国 实际上就是他的都城嘛 什么 金城 是吧 叫国 那么在这个国 当然这个国 当然还 当然比这个 比这个首都这个 这个意思 这个范围稍微要大一点 就是包括这个首都以外 另外一部分的地区他也 也化分在这个国的这个范围 是吧 也叫做国 啊 那么在国以外 更就是离国度更远的地方 叫什么呢 叫野 啊 啊 所以这样的化分就是 和当时这个 这个经济政治政治的要求 有一定的关系 啊 所以现在按这个 周里的这个记载来看呢 啊 他这个国也是怎么分的呢 啊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 这个国 这个 嗯 是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地区 首都 包括这个首都 靠近首都地方 这个都叫做国 有范围 都在国这范围之内 啊 啊 那么这个国 下面 它有六个厢 有六个厢 就是周 周的这个制度 啊 那么 所以说这个 这个 当时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香 是吧 它也属于这个国的这个 组成部分之一 是吧 那么 这个 在这个中心以外 是什么呢 是这个 叫做这个 这个 礁 有些现在这个 讲的这个礁 礁区 礁外的礁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离开这个 这个中心 稍微远一地方 叫礁 离开这个礁以外的地方 是什么呢 叫做周 他这个 当然我们说 他这个 这个 这种这个概念是吧 嗯 很大程度上 还是带有一种 理论性的 就是 他不是非常具体的 说是多少里 多少大的地方 叫叫什么 不是 他有时候就是相对的 就是说 他说这个 哦 国都 国都以外 是吧 大概是这个 200里 200里的距离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他这个国的范围 大概就成了200里 200里的距离 那么周外 比这个周更远的地方 是吧 那么就是属于这个 爷 这个爷比较大 爷里面是吧 又分好几层 靠近这个 国比较近的地方 那个爷 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 都义的义 有这个家义 或者公义 是吧 那么比这个义更远的地方 就是有这个 所以叫都 就是首都的都 这个都字 都 那由于这个 也这个地方 都应该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中心 这个国 那就越来越远 而且或者说最远的地方 所以呢 都也跟这个比连在一起 所以 经常叫这个都比 比就是这个卑比的比 那个比就是边了 边疆了 边远的地方 所以都比就是最远的地方 靠那个边上 一个国家最远的地方 最靠边的地方叫都比 都比 在这个就是这个爷里面是吧 远的地方还有一部分叫做什么 叫做县 但是当时这个县 跟我们今天这个县不一样 我们今天这个县是一个 一个地方的一个 是吧 一个 地方的一个行政组织吧 是吧 那么古代这个县 就是主要还是 它是讲什么 讲这个离开这个 国有多远的地方 它等于一个 一个远近的一个地方 一个是吧 这个一个名称 叫做县 那么 那么国跟野当中 它都有这个农田 国里面有 野里面当然更有了 是吧 国里面我们说它 它有好多田 是吧 所以不光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首都或者一个城 是吧 我们说当时还有很多这个农田 也进行这个农业生产 是吧 所以国里面不是说 我们有 像这个州人就是 国里面有六个厢 有六个厢 那么像这个 这个当时各个国家 这个制度也不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差异吧 例如像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国语里面讲这个齐国 齐国 它说它这个国里面 就不是六五厢 而是二十一个厢 那些厢就分的比较小吧 所以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里面 这个厢里面什么呢 又分这个有这个 四厢十五 有十五个是四厢 有这个工商之厢 有六个 那也就是说 这个十五个厢里面 居住的都是这个士 士 士我们知道是什么呢 是贵族里面 最低的一等 就最小的贵族叫士 就现在这个士兵的士 是吧 兵士 士兵 士 那么这个 这个十五个厢 里面 这个十五个厢 又分成这个三部分 这个齐国的君主 是吧 他管这个 这个十五厢里面五个厢 另外还有十个厢 分别由这个什么 两家大贵族 一家是国士 就是国家的国 一家是高士 就是高低的高 高士 国高二家 各有五个厢 所以这样十五厢 我们说 被这个国君 跟这个国高二家 他们三家所这个 瓜分掉 分分的 所以一般的 我们说在这个厢里面 有不少这个 这个种地的这个士 跟他的家 家属 主要是士的家属 种田 一旦到战争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种田的这些 是吧 这个士或者跟他家属 就要当兵 因为古代是我们说这个 是兵农合一 全民皆兵 是这样的制度 所以他这个老百姓 一般的 他到打仗的时候 都必须去服兵 嗯 那么五乡之人 实际上 他这个乡的组织 跟这个君的组织 是合而为一的 也就是乡里面 平时种田的时候 例如说 分分多少人 组织在一个组织里面 是吧 那么在打仗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这个 是吧 去编制了 就反正这个 从这个 呃 乡里面来的这个 这些种田的人 是吧 现在就 必然的他是 就是这个 打仗的这个战士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军队的组织 跟这个 就农业的组织 他是 他实际上 是可以重合的 所以这样就是 调动起来 就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这个 打仗的时候 我再去这个 是吧 去安排这个军人是 你是哪 你是哪 你是哪个部分 哪个队伍人 不需要 他平时就是因为 有这个农村的组织吧 是吧 现在就变成这个 军队的组织 所以他的 他的两者是合一 所以这样 15个乡 实际上就 就可以形成三个军 三个军 三个军 分别就是有这个 齐国的军主 跟这个国高两家来 统帅 统帅这些三军 三军 那么15个乡 那乡人 他主要是士 士就是最小的贵族 因为贵族大了 有的是大夫 是吧 比较小的就是士 所以士就是最低的贵族 是吧 因为他们是住在这个国里面 他不住在那个很远的园里面 所以他们也称呼作为国人 国人 那国人我们说就是什么 应该说是国家的这个高等的公民 因为他们有政治上享有很多权利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古书里面记载的时候 一提到国人呢 就表示这些人都是比较有身份的这个公民 国人 国人 而且他们应该说跟这个君主 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所以也称之为 称他们为君子 所以这个就是古人这个 君子小人这个 这个由来了 那么小人是什么呢 小人就是种地的这些农民 就是野里面的野人吧 他们到打仗的时候他也不当兵 他没有资格当兵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低 所以他是小人 那么在这个国里面的君子地位高 他们可以当兵 也可以就是通过战争才还可以这个 可以获得很多好处 立军功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国人跟野人这个差别 国人就是叫君子 那么野人也叫小人 所以这样我们说 他不仅我们说从地区上 从政治上 划分出什么国跟野这个两部分 同时在社会上也划分出来这两部分 高地身份不同的人 一部分就是这个小人 这个野人 一部分就是地位比较高的就是君子 就是这个国人 就这样就同时这个社会就分得很清楚 两个人 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享有一些特权 一部分人就是说没有什么权 不享受什么权力的人 所以这个两部分 例如说这个福玉这个年龄 国人跟野人 这个福这个姚玉这个年龄就不一样 例如说他规定 周明明规定 国中自七尺以至六尺 那也就是说七尺 七尺就是大概十一二岁的孩子吧 十几岁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身高七尺高吧 因为古代这个尺很小 一尺相当于现在二十三个厘米 那么就是说这个七尺也就是说这个 就是和现在大概一米三左右吧 一米四不到一点 是吧 那么他们年龄的最高限制 就要到六十岁 六十岁以上就可以不福玉了 那么这是国里面 在野里面呢就不一样 野里面他这个福玉啊 从六尺开始 就从六尺高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小孩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就要福玉了 那么到这个退育的时候什么 是六十五岁 他就要比那个国里面的 要延长五年 所以就说这个 他们的享受这个权力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个收的这个交纳税也不一样 因为周围里面规定 说这个近交十一 远交二十二三 说这个殿烧县都皆无过十二 那也就是说他那个这个增售这个标准是以这个 离这个国度这个远近为标准 就是离开越近的交的税越低 离开的远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吧 离开国度越远的地方人负担越重 那正好他是跟这个什么 跟人这个身份是相相适应的 就是身份越低的人你交的税越重 身份高的人交的税比较低 福利率也比较轻 或者说福育的年头是吧 他的长短也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国人福育的年头比较短 野人福育的年头比较长 所以这个就表明出来他这个什么国业之间的什么 他代表是不一样的不平等的嘛 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其他的古书里面 例如像墨子里面就说 墨子说国中之众似彼之盲人 说国里面的人他叫众人或者叫庶人 那么他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的 就是国人 次比的叫什么叫盲人 盲就是现在盲牙的盲 或者是那个一个田子旁一个逃亡的王 盲人 盲人 那么这个都是比较低的身份的人居民 而国中之众 国里面的人一般叫众人叫庶人 他地位比较高 所以这个我们看上书里面讲这个盲根牵音 说王命众 弃至于庭 说这个商王就是因为要迁都了 要给大国家做这个思想工作 所以他就把这个众叫来 把它集中在这个王庭里面 王庭就是王公前面的一个大广场 过去人这个解释 说这个普世里面 家国里面有众人 说这个众是奴隶 现在来看我们说这种解释根本不对 为什么 因为商朝的众他不是奴隶 他是自由民是国民是公民 所以他地位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也说明 这国人比较人的地位要高 生命要高 那么从这个不少这个记载里面来看 野人和国人身份地位不同 他们在这个不少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 所以表明他们是什么 一个统治跟被统治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说的好了 孟子说什么 说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 就是说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统治被统治的关系 一个就是这个 养活别人跟这个被别人养活 这个两种不同的身份 也就是这个君子 来统治这个野人 政治上他是来统治野人的 但是野人呢 从经济上他是来养活这个君子的 所以这个就说明了 野人跟这个是吧 跟这个国人之间呢 他们这个不同的身份 一种的关系 这种地方也不想像多么 这种地方也不想像多么 一种重力的水平 在这种地方也不想像多么 在这种地方也不想像2个人 对 34月的想法 像是这样 对了 那 тем nos还要洗掉 你这种地方可以 在哪个人们 在哪个人